黄姓男子受新北市社会局委托照顾七岁女童,却要女童趴着弓他磨蹭并替他打手枪,且黄策换位过,新北地院一两次强制猥亵罪将黄判处四年六月徒刑,经在判决黄需赔偿被害女童及他父亲共四十五万元。 判决指出,新北市一名七岁女童母亲离家,父亲受伤失业无法照顾他,新北市社会局在2014年2月间将女童安置在寄养家庭,由黄敬男子夫妇照顾,但黄敬却趁着当保姆的妻子到他人家中照顾小孩或陪母亲回诊时,猥亵女童。 2015年8月,女童返家后跟表姐哭诉,才报警处理。 法院开庭时,黄石口否认犯刑,但法官考量女童正称,加上黄策谎未过,认定有罪。 女童父亲提出民事求偿,黄仁称自己是清白的,且因他有心血管疾病,策谎才会没过。 法院审理认为,黄梅提出其他证据组证自己的抗辩,仍以女童正言和策谎鉴定报告,认定黄青海女童正操级身体自主权,性自主权,盼黄需赔偿女童30万元,女童父亲15万元,共计45万元。 黄姓男子受京北市社会局委托照顾七岁女童,却趁机委屈女童,是意图因此emage分享。